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豪车相撞 麦巴赫撞上劳斯莱斯 两位车主当场握手言和 时隔几个月为何又对簿公堂 啼笑皆非 男子打劫还贼喊捉贼 到底啥情况 温故知心就拿高考做完这事 跟唐朝科举考试做个对比 找找相同点和不同点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今新闻节目 第一时间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早上好 我是刘欣 今天是2019年6月29号 星期六 农历5月27 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最近我省公布了2019年全省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的养老金都有哪些变化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我省近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总体调整水平为2018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 此次调整是我省连续第15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各地将在2019年7月底前将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统一调整办法同步实施 按照定额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按参加工作时间 分别提高70元 65元 60元 55元和25元 按照挂钩调整 退休职人员符合国家省规定的缴费年限 含适同缴费年限 不含特殊工种折算年限 每满一年 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 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一元 其中缴费年限超过15年的部分 每满一年 每人每月再增加基本养老金一元 退休职人员 五期家属工 按照本人2018年12月领取的统筹内月基本养老金为基数 按0.8%比例增加基本养老金 按照倾斜调整 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的基础上 对高龄退休人员 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等群体 予以倾斜照顾 本台报道 咱们来说一下化妆品 估计女孩子们都不陌生 那年使用的化妆品是不是安全呢 里面的配料都有哪些东西呢 今后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越来越明朗 我国第一部化妆品安全监管地方法规 广东省化妆品安全条例 将于今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 由于广东省有化妆品生产企业2600多家 约占全国总量的55% 这将意味着全国过半化妆品将会受到影响 总都省化妆品安全条例 从化妆品物料供应管理 生产检验等环节 实现全程溯源 加强网上化妆品监管 明确监管部门对化妆品安全状况 及有害因素进行风险监测和评估 对缺陷化妆品实时召回 条例在保障化妆品消费安全与公众健康方面 有五个亮点 一是从化妆品卫生监督向安全监管转型 将化妆品监管重心由化妆品卫生监管延伸 覆盖到化妆品卫生质量和使用环节监管 二是严格化妆品生产全程控制 规定化妆品企业应当建立并执行 生产管理和生产记录等制度 三是严格化妆品原料控制 要求用于生产化妆品所需的原料 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后规定 四是明确化妆品标签标识规定 要求化妆品标签标注的信息 以及说明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且标注的成分应当与产品实际配方一致 五是明确化妆品网络经营规定 要求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 应当对进入平台的化妆品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和经营资质核验 明确各自的化妆品安全管理责任 张爱玲说女人皆为脂粉动物 从旧时的胭脂水粉到如今的眼影口红 估计大多数女孩都不陌生 很多商家盯上了化妆品这块蛋糕 这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不法之徒 有的宣称某护肤品能够让人拥有婴儿般的皮肤 有的说自己的产品能让人的皮肤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摆 结果要不就是没有效果 要不就是用完后馒头一般的皮肤变成了豆包 不过有一些特别立竿见影的 也可能是暗藏这个杀机 一些不法的商家在化妆品里添加了被禁止的激素类药物 长期使用下来不仅损伤了皮肤 对身体也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而化妆品和其他东西不同的是 你很难从外观去判断它的安全性 使用的效果也非常难以衡量 而且鉴于商家的吹嘘广告 有时一分价钱还真不一定就是一分货 不能指望一心追求美丽的女孩们 都是火眼金睛 我们需要更加有力的法规和监管 这不仅是一次对化妆品市场的清洗 更是一场关乎脸面的保卫战 化妆品象征着对美的追求 希望相关的管理条例越来越多 监管越来越严格 不要让女为越级者容的女儿梦 变成一场噩梦 化妆品存在缺陷可能会伤害脸面 那交通安全出了问题呀 可就要命了 昨天四川梁山雷波县 307省到沙瓶子附近 一辆从雷波县开往西昌市的客车 被落实砸中 车身被砸出了大洞 雷波交警曾发布预警信息说 因雷波全线降雨 辖区多路段发生非时现象 据警方通报 此次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 14人受伤 昨天上午雷波县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事发路段处于峡谷地带 经常有落实发生 车上乘客情况正在核查 初步判断没有超原的现象 当地的应急交通等部门已经介入处置 好 下面了解更多省内新闻来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昨天下午国际乐器演奏日优秀节目展演在史阳拉开帷幕 国际乐器演奏日是全世界音乐爱好者的一个重要节日 本次展演以音乐与我同行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沈阳 铁岭 长春等地的演奏家和乐器爱好者们一起比拼才能 切磋记忆 大家带来了古针 笛子 唢呐 萨克斯 单黄管等演出 让不少市民直接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昨晚7点半 沈阳市审核区委宣传部 审核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辽宁和氏医学院共同主办了辉煌70年杨帆青春梦 混合之下文艺演出活动 来自辽宁和氏医学院的200余位大学生们 用青春嘹亮的歌声和绚丽的舞姿向祖国致敬 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 中国舞黄河 现代舞 青春游泥等精彩分成的演出 把混合沿岸的夏夜点缀得既浪漫又多情 日前沈阳海关力署邮局海关官员 在检查X光机图像时 发现两件从日本邮寄进境 申报为金属制品和饰品的包裹 图像显示异常 工作人员马上进行了截留 经初步查验 发现一次带帽标本一件 重约7.72千克 一次和马牙圆牙两根 重约1.71千克 26号晚 大连市《我和我的祖国》 冰城之下艺术季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将为广大市民 送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 彰显城市文化气质 日前 首牵手裴根育人 锦州北镇驴山满足剪纸作品展 在渤海大学正式拉开序幕 衣物驴山满足剪纸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次剪纸作品展是 北镇驴山满足剪纸 丰硕成果的集中展示 所展出的100多幅作品 是艺术家们和师生们 用敏锐的思维 真挚的情感 灵巧的双手剪出的一幅幅 生动活泼 唯妙唯肖的艺术作品 将北镇厚重的驴山满足文化 传统的民间艺术展现给大家 6月27号 在建党98周年来临之际 盘锦市匈龙台区在广沙艺术街 举办了红歌串烧连唱活动 活动现场110名来自 退役军人 石油工人 机关工作人员 居民群众等各行业代表 组成了四支融合通俗 流行 说唱 和美声唱腔的歌唱方阵 通过穿插 群众连唱 小提琴弹奏 音乐喷泉 舞蹈 吉他等多种形式 将生来倔强 唱之山歌给党听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进行串烧 为现场党员和群众演绎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活动最后由84名各行业代表组成的98字样方队 展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展示了党和群众关系的雨水深情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今天的百秒庙屏 现行婚姻法规定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 女不得早于20周岁 日前有人建议下调为男18周岁 女18周岁 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 此消息发布之后迅速引发了热议 反对的声音更多一些 人们开始担心由此产生更多的早恋问题 18岁能否承担家庭责任的问题 没有经济能力过早生死等带来的问题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先不要着急反对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合法结婚年龄不应低于15岁 从世界各国地区的法定婚龄来看 中国法定婚龄确实有点偏高 降低法定婚龄也是一种父权 成年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婚与不婚 几时结婚 更多的选择留给你 那套一句求婚的词就是你愿意吗 再来看 近日吴亦凡最新杂志杂志照曝光了 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的他将长发梳成了低马尾辫 造型是个性十足 有网友将其和龚汉林在小品如此包装当中的造型相比较 极其类似 于是一条 吴亦凡造型是致敬龚汉林老师吗 成了热搜 龚汉林表示 在这个时代 共享和分享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是无伤大雅的信息 或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绿色娱乐 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潮流嘛 本来就是往返跑 时尚呢 它就是一个圈 二位英雄所见略同 谁知道春晚剧组会不会让他们来一个新的组合呢 再来看 每逢期末考 家长就要操碎心了 安徽五湖一个小学考场 一名学生正聚精会神的答题 这左手的手背上五个醒目的大字 题目看两遍 让人认俊不惊 这个孩子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岳母次字的启发 使出了新时代的新招数 在儿子的手背上写下了题目看两遍五个大字 那这个举动是引来了众多母亲的同感 深深的觉得自己特别懂 这母亲们还表示 学到了一招 但是自己要写点别的 比如说 看清楚题 试加试减 进位退位 声调标哪 看来还是四个字的居多 不过呢 还有一位怕一个手写不完 因为他想写算完别忘写答案 没事 咱不是有两个手背吗 不过 不会有人想挑战二十个字吧 这老母亲最后的倔强已经可以了 咱们放过自己 让孩子安静的考试 也许效果会更好 再来看 还记得去年清华大学立体二校门录取通知书吗 经过局部细极的优化 2019年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整装待发 这个通知书设计研发历时半年 实验了上百次 采用了激光雕刻工艺 三十多件纸役部件 上百个拼插结构 才能实现打开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这二校门悦然至上 清华大学表示 如果你选择了清华 那么恭喜你 很快你就会收到这份手工定制 独一无二的录取通知书 我选择了你 可是担心你不选择我 咱们弱弱的问一句 像这样的通知书是只能考上清华的才有吗 难道不给吃瓜群众留一个纪念版吗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别的新闻 最近这个高空坠物 抛物之人死伤的事件是频发 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愤怒 谴责 似乎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 近日在河南平顶山新华区一个小学内 一块砖头从高空坠下 砸伤了七岁的小学生 事情发生在6月19号上午9点55分 一声巨响打破了校园的瓶颈 活动期间 就是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四件的水泥砖块砸中了一名孩子的手臂 校园内突然掉落砖块 这一度引起学生们的恐慌 老师不敢怠慢 赶紧自查 结果有点出人意料 学校怀疑有人高空抛物 随即报警 学校隔壁是栋居民楼高达27层 调看隔壁小区电梯监控 民警发现一个重要线索 这个人正好是在案发时间段 从23楼到了27楼 然后我们就在27层各家各户进行排查 行人从自己的确上过楼 在楼上是要搭衣服 嫌疑人姓邹 他解释称上楼搭衣服期间 看见两个孩子在楼顶玩耍 不过谎言终究会被真相所拆穿 事发10个小时后 小邹终于说了实话 小邹今年30岁 本科学历 就住在隔壁春华国际民主小区 当天他酒后心情不爽 随手把楼顶的砖头扔了下去 好在被砸孩子只是轻伤没有大碍 不过犯罪嫌疑人邹某 却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刑事拘留 要说现在啊 这些不懂事的熊大人还真的不少 6月26号一则贵州毕竭 凯里有儿童被性侵的帖子 被广泛的传播 这个帖子里露骨的对话图片 以及耸人听闻的情节 引起了广大网民极大的愤慨 一些网民对图片进行了甄别以后发现 这个对信息呢也提出了质疑 6月27号的凌晨 在天津警方的支持之下 贵州警方找到了发帖人赵某 依法对其进行了询问 并且代致了毕竭 29岁的赵某对自己在网上发布 不识消息 图片造成的恶劣影响悔恨不已 非常愧疚 极其愧疚 事实 是我捏造的 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我感觉特别愧疚 你当时为什么想发生了一个提示 起初是我在 其他的一个QQ群里看到有 提到说性侵女童的事件 然后也有人发了照片 说有这个事件 然后但是我自己的话 加了很多自己的推测在里面 我推测它是贵州避捷 开里发生 然后并且像 就是在微博私信里 跟十几二十个人 聊过这件事情 是什么时候 基本上是今年年初 一直到五月份 你是第一次来毕竭吗 对第一次来毕竭 第一次来贵州 那你为什么会说 在那个帖子里面 你说你到过贵州 到过毕竭 你是听于什么 我是出于希望他们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个事呢 是想吸引关注呢 还是思想 思想不太成熟吧 还是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猎奇的心理 也有一点就是 刷存在感的心理 我本来想的是 就是留一个方明 现在留的是臭名圆波 毕竟有两千多个幼儿园 从昨天到现在还在排查 所有的公安干局 教师 民政干部 都在查这个事情 就因为你在网上 动了一下手指 画了个帖子 你有什么想给他们说 刚刚也写了一份回国书 前面的这些 情形我就不带赘述 就是还是说重复最后哪句话吧 向全国的网友道歉 向亏收人民道歉 向受到伤害的人民道歉 我就是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吧 就是依法办事就行 那么这个网络事件发生之后呢 我们专案组的领导 包括所有的同事到现在都还没有合眼 那么在前期侦查过程中 为了让前方抓捕的专案组的成员更有信心呢 我们是提前就对所有网铁的反映的图片 来进行了一个技术对比 通过我们技术对比啊 就发现这些图片很多是 源自于以前网络流传的一些图片 然后他经过了一些加工和打马赛克之后呢 就形成了所谓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证实的图片 那么在之前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做了技术处理 反馈给了前方工作组 所以我们工作组在前方工作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案件就心里就有了把握 所以我们很快就及时的将这名 涉嫌造谣散布这个信息的人给抓获了 现在大家关注一条新闻 都会自觉的让消息非一会儿再认真 有的时候呢 看起来头头是道的消息 最后被确定是谣言 也有的时候真实的故事 最后也可能会迎来剧情的反转 那今天年初有一条新闻上了热搜 保健中国有限公司名下的一辆劳斯莱斯豪车 被演员彭丹乘坐的麦巴赫撞上 之后两人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握手言和 并且双方还互递了名片 当时大家都被两人的素质和大度所折服 可时隔几个月 事件竟然有了意外的反转 6月26号 保健中国有限公司将彭丹及其公司告上法庭 这不仅让大家意外 就连当事人彭丹表示也非常惊讶 据了解 保健公司是一家拥有国内牌照的直销公司 两方的官司在26号开庭 但是当日并未立即宣判 根据保健公司所诉 最初向彭丹方索赔38.5万元 之后当庭改为12.8万元 起诉状称 1月22号 该公司的车停泊在某酒店时 被彭丹乘坐的车倒车时撞上 发生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彭丹司机负全责 不过彭丹的助理也表示 当时对方口头答应 不用他们赔偿 且车辆寡算很轻 也就是碰到了对方的牌照扣 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损坏 这件事情让他们很意外 但还是尊重法院的判决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又突然去 跟我们告到法庭上去了 这个我也觉得挺吃惊的 我相信法院是公正的 不管法院判多少钱 我们都会按照法院 这个去执行 我希望社会 就是人与人之间 多一点宽容和多一点这种 这种人的这种 成绩吧 来看一场温暖人心的爱心接力 最近陆军炮兵航空兵学院的一名学生患病了 急需AB型RH阴性血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熊猫血 数万名合肥市民通过朋友圈公众号广播接力发布求助信息 寻找血缘 6月23号 为确保救治用血 第901医院联合伤员所在院校广泛向社会发起求助 一名军校学员正在第901医院重症监护士抢救 急需AB型RH阴性血救治的求助信息 瞬间刷爆合肥市民的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 数小时内求助信息阅读量达8.7万 在短时间内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找到11名献血者 最终有7名献血者于23号赶到距离第901医院最近的合肥市三里安血栈献血 目前患病学员病情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生活当中常常充满了意外 尤其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 一不小心可能就让自己遇到麻烦了 前几天大连有个小女孩的小脚卡在了自行车的车轮里拔不出来了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小女孩的脚卡在了自行车服条和车架之间 索性女孩没有受伤 一旁的家长焦急不安 围观群众也都捏了一把汗 几名消防员利用钳子等工具 小心地将自行车服条剪断 最终顺利帮助小女孩将脚从车轮中抽出 据了解 小女孩当时坐在自行车前面横梁上 不小心把脚卡进了前车轮里 我们再看看国外的天气怎么样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了高温的袭击 当地时间27号 西班牙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4摄氏度 巴斯克部分地区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预警 高温红色预警 另外西班牙中部和东部有19个省份的气温 均超过了40摄氏度 首都马德里的温度达到了41摄氏度 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几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 还会继续升高 您说这44度都赶上火焰山了 咱们也没有芭蕉扇就不能出门了 对吧 所以说夏天高温的时候 大家尽量躲在房间里 把这个西瓜冷饮空调都准备好了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坐在沙发上看一看健保节目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 我省的首档大型民间健保收藏文化节目 北方健保 6月海选会再次开启了 6月30号走进朝阳喀佐 北方紫桃之都 国内一线专家坐镇 现场拍卖行 艺术馆参与现场确定收购意象 欢迎广大东北的藏友们报名 还有一个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和辽宁演艺集团 强强联手共同打造的 富宏之下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系列活动 走进辽西 将在今天晚上在朝阳万人广场接连进行 那么作为这个文化惠民系列演出活动 演出节目是非常的精彩 欧哥祖国和我省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咱们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 传播幸福传递欢乐 复兴被誉为是育龙故乡文明发端 朝阳则拥有灿烂的红扇文明 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朵花绽放的地方 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 您可以约上家人和朋友 白天去追寻历史文化的踪迹 放晚到活动现场去观察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 还可以获得富宏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今年惠民演出已经举办了9场 预计将举办28场 具体时间地点 敬请关注良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交通广播等栏目和公众号的报道 夏天本就应该这样过 想着就觉得挺开心的 接下来咱们要关注到的是周末生活秀了 看大家都秀了什么样的幸福生活 首先是史阳科技学院的贾云飞老师 他说了又是一年的毕业季 让我想起了去年给你们拍毕业照的那天 下着雨 我们是临时了衣衫 可是每个人的心呢都是滚烫的 你们是我带的第一届毕业生 转眼毕业一年 很想你们 直短情长 祝福我的2014级学生们 在祖国各地 虔诚四季 再来看 接下来观众幸福一家人发了一照片 四年前 老人家抱着重孙女 崇拜孙女 满脸洋溢着幸福快乐 四年之后呢 两个小宝贝陪老人家一起过了八十大寿 今年已经81岁的老人家抱着两个重孙女 依然是幸福满满 再来看 接下来 看员观众张德贤 经常和团队的老玩童们一起唱歌跳舞 或是玩一些儿时的游戏 比如说拔河 跳绳 打口袋 击鼓传花 老鹰抓小鸡 不仅找到了儿时的影子 也收获了难得的幸福 简直就是烦恼烦头 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观众恍然是梦 他说 6月2号 我们这群老同学相约从大连出发 前往湖北恩施和神龙驾旅游 那这里呢 有宏伟壮观的大峡谷 地缝里的喷泉直屑云梯旁 整个空气都非常的凉爽 这云海像一条腾飞的巨龙 蜿蜒盘旋 山也特别的美丽 千姿百态 老同学们在这神奇的山水之间 拍了照片留念 快乐无比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大家参与到周末生活秀 写下祝福的话 您的心声或者是感悟 新老照片都可以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的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 加图片 加您想说的话 或者是把以上资料 发送到屏幕下方的电子新箱 期待您的参与 眼看着暑假就要到来了 大小朋友们想好去哪玩了吗 从明天开始第一时间要为大家送福利了 每天免费送沈阳著名的海洋乐园的门票 一直持续到7月5号 玩水细沙和冲浪相当的酷爽凉快 同时还能够看白鲸 摸海豚和海洋明星 包括主持人方亮沉默一起 为公益清凉跑 到海洋世界感受夏天最凉爽的海洋篮 想参加的朋友可以扫描一下二维码 加入第一时间生活体验家微信群 仅限100人手慢无 详情请关注聊事第一时间今天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接下来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日前早2019世界移动大会上一个重磅消息传来 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 5G手机将全面上市 资费会贵吗 5G单位流量资费水平更低 性价比更高 而且到2020年底还将推出 1000元到2000元档的5G手机 水利部日前表示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农村盈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建设 到5月底 已解决了28.3万贫困人口盈水安全问题 提升了1300多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 下一步 确保今年年底前 能够解决8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盈水安全问题 昨天上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 截至目前 我国46个重点城市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正在逐步建立 其中 上海 厦门 深圳 宁波 广州 杭州 苏州 北京等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覆盖居民小区数已达70%以上 昨天 新建的四川 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 高速公路 龙泉山 隧道群首个隧道贯通 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 高速公路 穿越地区 有多个天然气填 同时 山体瓦斯含量较高 因此设计时 采用了国内首创的客户分离式 它的中间为客车专用隧道 两旁为货车专用隧道 这条高速公路 计划于2020年6月完工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在这儿呢 跟您分享一件 在喜剧电影里都难得一件的事情 6月25号凌晨 一位女孩在广西南宁的 雍江桥头观景台上 欣赏江景 本来这应该是一幅 宁静美好的画面 谁知道呢 这个时候突然走过来 一名年轻的男子 拿着明晃晃的菜刀 对女孩说要打劫 好吧 那你说这人 他想打劫多少钱呢 人家说只要一块钱 更可笑的是 这名男子竟然还贼喊捉贼 报警说有人抢劫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视频显示 当女孩指引民警到达 雍江桥头观景台的时候 这名男子正坐在一辆电动车上抽烟 看到民警到来 男子不仅没有逃走 还很淡定地和民警说起了话 可惜帅不过五秒 男子很快就被民警制服了 据警方介绍 这名男子当时神志清醒 没有喝酒也没有吸毒 为何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情呢 经民警审讯 这名90年出生的扶随级男子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作案动机 心理专家认为 这名男子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正常心理的轨道 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的规定 该男子的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 目前该男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拿把菜刀啊 就算没伤人也是够吓人的了 倒是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了 因为劳饭已经准备好了 不过想想看呢 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啊 生活不易 不如意识呢 也是事有八九 所以说作为男子汉大丈夫 还是应该振作起来 像这种自甘堕落呢 日子就毁了 那开导的工作呢 我们就只能麻烦警察叔叔了 我们接下来走入我们的温故之心 每年高考后最热门的话题啊 大概都是语文作文题目了 甭管您是考生老师还是家长 还是所谓的这些吃瓜群众啊 都能说上几句 今天咱们就拿高考作文这个事儿 跟唐朝科举考试来做一个对比 找一找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这也是一道大题啊 我们有请我们的主讲人赵玉龙 每年高考第一天啊 最热门的话题呢 恐怕非语文作文题目莫属 但大家平时啊 只关心作文题目了 不知道对作文要求是否还有印象 参加过高考的小伙伴啊 可以试着回想一下 一般来说呢 是材料下面的一段话 有那么几点 其中呢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那就是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为什么诗歌要除外啊 因为诗歌呀 它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 你很难量化标准的 尤其是现代诗 同样的一首诗呢 有的人可能认为写得极好 有的人可能认为写得极糟 那认为写得极好的人呢 也未必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 所谓妙在其中 妙不可言嘛 你这样就很难给一个客观公正的分数了 所以啊 在今天 诗歌是不大适合拿来参加考试的 但是 在古代 圣唐时期 近诗歌考试 诗歌是不能除外的 它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我们知道啊 唐代世人特别看重近诗歌 所谓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近诗 你三十岁啊 才重明经科 那算晚的 因为明经科呢 相对而言比较好考 五十岁才重近诗歌 这算是早的 为什么呢 近诗歌确实难考 因为它要拼才华呀 尤其是文学才华 那文学才华不是谁都有的 那么文学才华怎么体现呢 就考师父写作 那么这个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唐代的师父取诗啊 不是一贯如此的 我们也不能把它理解成为呢 说考近诗就是考师父 那话说回来啊 那师父取诗有没有作文要求呢 当然也是有的 我们刚才说了啊 没有要求 你没办法量化标准 但是无论你怎样要求 总有人呢 不按常理出牌 比如说啊 唐代有一位诗人呢 叫祖勇 祖勇呢 有一首诗非常的著名 这首诗呢 叫《中南望于雪》 那么根据这个唐诗记事记载啊 这是祖勇当年在长安 参加考试的时候 写的一首诗 这是一篇命题作文 不仅题目限定了 而且呢 字数格式都是有要求的 要求写一首呢 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 但是祖勇啊 没按这个要求来 祖勇呢 就写了四句就交卷了 违规操作 别人问他为什么违规操作呢 祖勇回答很简单 就两个字 意尽 什么意思呀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啊 所谓 中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济色 城中增穆寒 这首诗其实第一句 就已经算是意尽了 把该说的话呢 基本上说完了 第二第三句啊 那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次 去村染提炼升华第一句的 据说啊 当年祖勇呢 也是通过这首诗啊 通过了考试的 但是我在这里啊 举这个例子 可不是怂恿咱们的考生朋友 来年参加作文考试的时候 都不按常理出牌 都不走寻常路 恰恰相反 我是要提醒大家 这是传奇故事 即使是真事 经典的成功案例 它也是不能够复制的 为什么呢 里面有太多的偶然性因素了 所以咱们呢 普通的吃瓜群众啊 还是好好地写作文 好好地按照要求来写作文 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 结果呢 可能会弄巧成拙 近日日本冲城县 冲城儿童之国动物园 饲养的14只猴子 集体逃跑 据报道称 饲养员在离开时 忘记将钥匙收起来 结果猴子非常聪明 自己拿了钥匙开了门 14只集体逃跑 动物园紧急联系警方 大约100人开始搜索 上午招到两只 下午两只自己回来 剩下十只仍然在逃 这绝对是下一部 动画大片的好题材啊 两只自己回来的是 舍不得被抓到的那两只吗 还是外面的世界太无奈呢 这两只斗牛犬 绝对的难舍难分那种 名叫劳拉和比尔的 两只斗牛犬 在经历九个月的 狗狗约会之后 正式举办了婚礼 两只小狗的主人 安德里亚·克劳福德 花费了六周时间 为婚礼进行筹备 他订做了婚礼蛋糕 为两只小狗 举办了婚礼前的单身派对 还为劳拉定制了婚纱 最终呢 两只小狗身穿礼服 走上婚礼红毯 正式结为夫妻 希望这一段 可以像童话中的爱情那样 不要让人失望哦 妻子分娩的痛苦 如何能够消点呢 近日一位丈夫 给出了新的答案 这位王先生 是一名舞蹈教师 当他妻子分娩之时 他身穿陪产服 在海南某妇营医院产房里边 翩翩起舞 以此转移妻子的注意力 分担妻子的分娩之痛 妻子一边疼着 一边笑出眼泪 产房里的医护人员 记录下暖心的一幕 要问成功不 笑哭总比疼哭好 对不 近日全国各省区市 高考分数线陆续出炉 考生们进入到 最关键的报考志愿阶段 与此同时 高校招生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各高校花样秀实力 也是蛮拼的 高校种草大赛正式开始 虽说100个高校 有100种风格 但基本上可以分为 我们的食堂非常棒 我们的校园非常美 你们的学长学姐颜值高 这三派 最用力的那句招生金句 应该是这句 给我们一个孩子 还你一个胖子 为了这一切 还没高考的学生们 加油吧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6号晚上7点多 湖南湘音县 玉华镇俄行山 发生了一起滑翔伞 分行的意外事件 两名男子不幸坠亡 他们意外坠亡的瞬间 被监控记录了下来 这一镜头 应该是两人最后的流影 只见两名男子 一前一后坐在滑翔伞上 跟传统的降落伞不同 滑翔伞是一种飞行器 随后就有人 从远处拍到他们二人 乘坐的滑翔伞坠落瞬间 分行器摇晃了一下后 二人迅速下坠 画面看着非常揪心 咱们来看监控拍到的坠落瞬间 两个人应该是坠落到一片树林里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滑翔伞坠落呢 我听说是那个滑翔伞 有一根那个伞 伞生状列了 26号的19点左右吧 当时有两位那个滑翔爱好者 在那个坑增跌落下来 跌落下来以后 然后就当时是伤了 当时在送往场上 瞧救的途中死亡了 这个时候是当地政府 以及这个急救费都 跟赶在现场 以及送往场上瞧救 相应官方人士称 事件中坠亡的两人都持有 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颁发的执照 虽然知情人说是因为 散绳断裂导致的事故 但是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事件的原因 在这要提醒大家 玩滑翔伞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要欣赏的是 庄心言为动华电影魔镜 奇缘3现场的主题曲 风雪之恋 感谢您关注第一时间 我是刘欣 我是彭博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雪花那天从天慢慢地飘落 或许你我都是个匆匆过客 风起雪落 看一场悲欢离合 看一空云河 万家灯火闪守 听看并融化 生死难舍失踪 战胜 心魔 让爱鸣刻燃烧 未非烟灭